我是一個,76歲,住在香港的,喪偶,老翁,太太結婚之後,女兒把我的450萬提走,我有方法可以從合法的途徑,取回媽媽 經濟學大師,今年最適合找了什麼? AI 對呀,你又認識呀 媽咪叫媽咪 你也是問媽咪,好吧,我問媽咪叫什麼好找 媽咪叫媽咪叫 Hello Hello,各位大家好,又是我Ivan 剛剛訪問了我們的首席經濟學大師,我的兒子 究竟未來幾年,誰最賺錢呢? 他都說是AI,所以兩歲的小朋友都認識 當然,現在說到熱烘烘,今集我想說說 究竟我們可否透過OpenAI問問 究竟學生、學體有什麼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還有說說,OpenAI 一人工智能這麼厲害 未來幾年,新的發展是怎樣呢? 有一個最新的版本,Check GDP 4O 這個功能很厲害 今集我會和大家 即時示範給大家看,究竟現在這個新的科技有多厲害 其他基本的邏輯都可以分析到 甚至,你給他一個圖 真的不用打電話問功課 立即回答給你 嘩,厲害 非常精彩的內容 教大家如何安裝這些OpenAI 如何使用 如果想追上潮流的佔章 一定要看我今集的內容 首先,讓大家看看 現在最新的OpenAI 有什麼新功能 我們看看官方的網站 很厲害,你看到 基本上他認到他的情緒 亦表達了一個情緒出來 然後告訴他,那個主持 喂,你懂不懂得OpenAI 他就成立了開玩笑 他完全像一個人一樣 即時給予到反應 而且,一打開鏡頭 多厲害 承認到他 還問他,他的樣子如何 這個主持說,戴上帽子 他也懂得認到他 他也懂得認到他 他還問他 他還戴上帽子 他還很帥 所以現在的進步程度快得不得了 對吧 一定要再說一說 看這個 又是很厲害的 他可以即時 即時 即時跟一個意大利的人聊天 無縫銜接 不用告訴他 我是在聊誰 一個在說意大利文 一個在說英文 兩個都即時能夠翻譯到 完全沒有任何延遲的問題 完全沒有任何延遲的問題 說到意大利文 他可以問他 他認到那兩個人的角色 你告訴他 Mike告訴他 我要說些甚麼 美女告訴他 完全是 表達得到 所以現在AI的功能上 能力 完全是 跑贏了很多其他的對手 包括 現在很多人都在說 嘩 那個 Google Google有做 Google也有 在去查 查GTV4 之前 出了一個叫做Germany 的1.5版本 但一樣東西 都是不夠他厲害的 所以 查GDP 我就很早就投資了 哈哈哈哈 但是 我講的是 最大的持股 一定是Microsoft 我兩年多 三年前 我想要聽開我的節目 都知道我很喜歡 Microsoft 如果你們組合 我想已經賺了 兩倍 但當然 每個人的選擇不同 到底你投資哪些 對還是錯呢 所以現在真的很厲害 他們的發展 可以丟一張照片 可以解釋 整張照片 即時拍照片 告訴你 可以找到 錶 不見了什麼 在哪裏 正是展示出來 所以 那個 能力 完全是驚人的 我也要示範一下 給大家看看 我是一個 76歲 住在香港的 喪偶 老翁 一直以來 我都是靠著 前妻和我 剩下的450萬 過活 我跟女兒開了一個 聯名戶口 在我 更新任 太太結婚後 女兒把我的450萬 提走 我有方法 可以從合法的途徑 取回媽媽 看看 查看GDP怎麼回答 嘩 很詳盡 超級抽 查看GDP T 4O 嘩 不斷有很多訊息 嘩 果然是零點幾秒 好厲害 哈哈哈哈 好了 看看她說什麼 我不知道她是否可以說出來 我告訴大家 她說 在這個情況下 尋求法律 陀經理取回 被女兒 取走那450萬 是可行的 以下是一絲具體的方法 嘩 厲害 確定聯名戶口的性質 首先聯名戶口 通常是聯名擁有的 因此其中一方是有權動用資金的 然而不代表著 資金合法歸哪個動用方 如果你能夠證明這筆錢是來自你 並且女兒未經理同意 她便可能有合法的討回權 上次 甚至 雍正正也好像說過 或者有些律師也說過 有機會可能取回一部分 不奇怪 法律途徑都可以沉合法律意見 香港的遺產和財務糾紛 律師可以幫你 估計到你的情況 建議合作的方法 看看你的強弱 即是付錢 你只要4500元 你如何聘請律師 多多金你賣出來也不夠 賣了一些標 也不夠你聘請律師 所以這些也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再看吧 搜集所有相關的證據 包括銀行的名勢 轉賬紀錄和女兒的通訊紀錄 以便證明這筆錢的來源和所有權 我猜 網上也聽聞 她的子女都說 都不是全是自己找回來的 都是以前的老婆 都捱回來的 所以究竟是不是真的是她 如果是她 她就不用開戀名的戶口 也不怕她老猛也會被騙 所以 前妻也是 有一雀 子女都要幫她看著 如果有任何文件 顯示到資金 用途 是你個人的 而不是你原名的 這些文件對你的案件 非常有利 當然你可以協商 要求女兒給付錢 要出封私訊 不知道可不可以 法律的訴訟 有很多方法 似乎 刷GDP 看完所有法律的文件 大佬 多少萬條 或者個案 分析到幾秒鐘 半秒 立即幫你解釋 當然 你也要預防將來的問題 你當然要想方法 如何信託 我已經說過 或者是否應該立為主 最重要是找一個專業的人 所以 真是 很厲害 查GDP 是不是 哈哈 真的 那當然順便問 我都要問 究竟 在香港 怎樣可以一百萬 做什麼生意 如果我新任的太太 在 內地到香港 她問我 取一百萬 在香港做飲食生意 我的成功率有多高呢 即管看看查GDP 怎樣看 她也說 很大的挑戰 潛在成功 以下一些成功的關鍵 市場需求 就是 我和五姐都說 Demand Supply 你要看看客戶 客戶勤 你闊不闊呢 街邊做牛扒 真是難搞 你真是怎樣做呢 是不是 你寧願去什麼 跑魂之王 有很多牛扒店 選擇很重要 旅遊區 也有機會大些 但屯門區 你真是難搞 旅遊區 你租不租得起 一百萬 你真是不知交多少個月租 起碼都 過百萬的訂金 你搞不好 如果你太太有飲食的經驗 就大提升 說到我可怕自己有 你想清楚 資金管理一百萬 香港搞飲食生意 試過不少的投資 但需要徵打細算 對 好明顯 這些是沒有徵打細算 買金 也不會買 當然買金條 金幣 買金色 那些飾金 牌價都差很遠 還有很多法律 這件事 可能贊身何體 當然是來非法譜 可能順便混合 非法佬 你就知道多些事情 但你真是想清楚 競爭對手優劣 這些 SWOT 做生意一定要認識 這些 優勝劣敗 自己有什麼長處短處 危機 當然是 建議大家有一個商業的 Proposal 不是特國港幣 寫一個Proposal 也重要 買了些金錢 拿幾萬元寫一個Proposal 然後 小型的試點 現在他都試了 放幾天 燙灘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今季你便可以 多渠道的營銷 現在幫你宣傳買了 不知道好還是壞 所以 持續改善 很多法律 所以 出GTV 真厲害 所以 現在的分析 哈哈哈哈 所以 其實 你說要做生意 很多事情要注意 就算馬雲 勁秋 馬雲都去做 查GDP AI 現在他說 這個時代才剛開始 所以他說 這幾年他輸了 跑輸了給那些 那些什麼 平多多 那些 你不夠別人厲害 你平多多 交了些科給他 立刻幫你 幫你 寄給客人 不用創自己的 別人的物流做得好 所以 真的 差很遠 現在他都後悔 他都說 現在才認清楚 有了自己的方向 終於找到自己的方向 認清楚 他都未必知道有什麼答案 但起碼他自己 這幾年都說要革身 回來救這個經濟 他覺得馬雲回來 阿里巴巴會重拾正軌 最近都已經重拾正軌 阿里巴巴 九九八八都升了不少 不是叫大家買 我不推債 是股票的 是的 但是 要想清楚 想錯 但是 美股說一下 美股有很多東西 可以炒的 現在你說炒什麼 NVDA 當然是貴 當然不便宜 但是 將來 如果你肯 放兩三年 我知道 剛才Microsoft 擺放兩三年 可能都會有些東西看 但是你真是可以忍得到 突然間有些股災 跌兩三成 這些很濕碎 這些高科技 是不是 所以看你自己的 承擔的能力 你說 晶片股 可能CSM 那些 或者 美光 MU 美光科技 那些可能還不是很貴 二十多倍 還可以炒一下 也不奇怪 但是 其他很多AI股 軟件那些 起碼四五十倍 最近 Google 比較差 但是 不要小看 它的數據很厲害 所以 Google 可能 接下來 都有一波 挺好的 但是 你問我 軟件上來說 我始終喜歡Microsoft M.S.FT Facebook 都說 原宇宙 原宇宙 暫時還未到 其他AI Gen AI 都搞得不錯 接下來 是一個 藍丫三 一個 生成的軟件 也是 一些 挺好的發展 當然 還有很多 Adobe 很多軟件股 有些都還未炒起 所以 你說擺五年十年 看得長 我覺得 有些動力 但是 這刻 你要短時間賺到大錢 就是 炒賣很難 最近 Tesla 跌得很厲害 人們又說 賣的車賣得不好 等等 但是Tesla 你不要小看 它AI的能力 它也是不錯 當然 還有一個 Amazon 數據雲 都是瘦一致 所以這幾隻 我自己覺得 挺好 大家要想清楚 哪些 晶片股 半導體 台積電 TSM 這些 還未很貴 但真的很多軟件股 都很貴 大家要想清楚 這幾天 Monday.com 都拆得很厲害 GameStop 都黏了線 那些都是消息 大家要想清楚 那些 炒賣很容易出事 我覺得是長線投資 慢慢去 好像股神 不菲特 它會看到 接下來這幾年 用電需求很厲害 買一些 油股、石油股 光能發電 發電 發電 再新能源 看得長遠 就算AI 搞得不好 急跌 這些 MVIA 這些大公司 都用很多電 賣這些晶片 都用很多電 所以這些 它真的看到它的優勢 所以想清楚 哪些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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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覺得 沒有 要看看 怎樣 好 說說如何使用 CheckGP 當然是 CheckGP.com 其實有很多 OpenAI 上網搜尋 OpenAI 都用不到 但是 暫時在香港 都比較難 這些都是使用版 你可能真的要 安裝VPN 登陸去美國 才能使用 香港的 有些軟件 我會使用 例如 叫做 POE 你可以 裝 上網搜尋 POE 基本上 所有 CheckGP 用到的軟件 都包含 你也可以使用 有些 一天問你十個問題 有些 無限量 看看你用什麼版本 當然 付錢 一年 千多元 當然有更多功能 但是你想清楚 因為現在很多 CheckGP 香港又不可以用 我們不可以用 很煩 不要緊 我們要用 用民心一號 用內地那些 是不是 接下來很多 很多 內地的股票 都有做 CheckGDP 做AI 生成食的軟件 但是 暫時 是不是差不多 有那麼多技術呢 大家真的要研究一下 始終 我覺得 大家 炒賣股票 我一向都不會 亂叫人家炒 所以 基本上 你裝這些 POE 給我 電話號碼 或者什麼 就已經裝得很簡單 直接可以 按 CheckGDP 這樣 你便可以問問題 甚至 它很厲害 啊 儘管 我試試 下載一個 圖 給大家看 下載一張圖 看看 它能否認得到 懂得分 那些 不懂 那些 中學都給了 老師 看看 它能否求到這個圖 裡面的 XY的值 哇 神經病 你看 讓大家看看 整個答案 都展示出來 最後 幫我解答 XY是什麼 神經病 所以還要補習老師 補習行業 新東方 一早被人打 就該死 為什麼 他也跑去做 買一些Pindle多 的東西 買一些網上網購 怎麼做 你說 基本上現在都不用補習 全部放上去 全GDP 立即整個方法 計算給你看 厲害 所以你說 將來我兒子的世代 一定是 怎樣 問問題 怎樣 用全GDP 去求答案 就不是 你 找些什麼答案 這世界 什麼答案都有 是不是 也不用自己 在圖書館 找資料 也不用 所以你說現在 這個世代很厲害 但是你說 究竟哪個成熟 哪個是正確 你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 只買一兩隻股票 一定要分散風險 最好買15至20隻 真的 說真的 不是我說 我一向說 很多投資的書 都有說 怎樣分散風險 但是 最好 當然是看我本來 一千個收息的理由 更加知道 我多分散風險 是不是 那你就真的知道 怎樣可以做到更好的 投資方法 不要只買一兩隻 你想想 怎樣可以 在未來 調查GDP AI 新成式軟件 新成的東西 可以賺到更加多 謝謝今天的分享 下次從底下 看看何太做什麼 新的 幫他解救的方法 看看何先生會不會 終於最後可以拿回 450萬 動之以情 下次再說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吳仔 這位是 Ivan Sir Hello 各位好 你給老闆早退休的作者 怎樣不用錢 可以供到層樓 很誇張 其實 Ivan一向都是益我們的 在去年 和我做過這麼多財經的節目 你有些戰績 和大家說一說 不敢當 不敢當 我運動很重要 這麼謙虛 不過我們也是有些策略 我們不是隨隨便便去炒賣賣 所以成績都可以 他那些東西很刺激 我知道都賺不少 但我個人比較穩陣 其實 吳仔對Ivan的推介 我發覺 原來分散我的資產 是可以很著數的 是可以用很少的錢 可以這樣說 簡直是 別人幫我供了層樓 債券通常是兩厘三厘 各負債券一兩厘 好少少的投資級的債券 可能有三四厘四五厘 又可以收息 又可以做到一個資產增值 債券的好處就是 他一定會有利息 即是有多少厘大概 大概就有七點幾厘 七點幾厘 那買樓聽說 我只是兩厘多 一般是兩厘 月大的樓 二三千萬的樓 基本上都未到兩厘 所以我自己的計劃 就是把一部分的資產 讓他生息出來 我們有個首期 每個月他生息出來 就幫我供一層樓 是的 那些錢 生錢 我就不用打工去供一層樓 其實一千萬 你想想 如果你說銀行只一千萬 可能真的給的利息 起碼都三四百萬 管理費 現在是幾元呎 好少少的 你真的說是千幾二千元的管理費 很多人以為就是買樓 可以的了 不是的 其實這個世界有很多方法 幫你錢賺錢 每個月有個息 還有我想說 你說七八厘 是 比你如果有三百萬 你算是 你三百萬 香港買不到一層樓 但是收回來的息 我們上次算過 一萬 兩萬多 兩萬多 兩萬多的樓 香港起碼都要七百八百萬 是 我們都是覺得這個是比較風險 去分散 不要說一舖所有雞蛋白 在同一個欄 沒錯 Ivan經常說一件事 不要所有東西 沽住一宅 分散了你的風險 絕對可以放心